球风相克,你别真不信 本赛季,醍醐,国王,呼人陷入怪圈 北京时间4月20日 NBA福加赛迎来醍醐和国王的生死战 两队谁赢将会以西部第8号种子身份进入季后赛 输了球队将会无怨季后赛 最终,醍醐队105-98 有惊无险地击败国王 拿到西部最后一张季后赛门票 而有趣的是,赛后有球迷晒出一项有趣的数据 那就是,本赛季,呼人,醍醐和国王三队可以陷入一种怪圈 孙队球风相克的十分明显 首先,我们来看呼人和提呼 本赛季,呼人可以说是提呼队最大的克星 虽然这场复加赛 提呼队,本赛季面对呼人战绩一胜四伏 而且四场赢的比赛 呼人队从后往前,竞胜分分别是复加赛的四分 场合赛的16分,17分和44分 场均竞胜20.25分 不得不说,呼人队的打法可谓顽客提呼 提呼队的达拉球星西安,喜欢抽筋内线得分 而呼人队的詹姆斯和弄梅都可以出色地限制住他 而提呼队,面对詹姆斯则是毫无办法 但是,弄人队本赛季有一个最大的克星 他就是国王队了 本赛季,国王常规赛四伏面队胡人完成横扫 四场比赛一共赢胡人43分 而国王队的打法也顽客弄人队 尤其内线的小萨布尼斯 跟着将弄梅哥完成了玩具 弄梅面对小萨已经取得了10连败 弄梅哥很害怕 像约迪奇、萨布尼斯这种来自欧洲的百人大个儿 不仅力量不占优势 并且他们低位技术也是十分出色 让弄梅十分难受 但是,国王队本赛季最大的克星就是提呼队了 虽然这场复加赛 国王队本赛季一共和提呼交手六次 一场都没有赢 六场比赛一共赢了国王103分 而提呼克制国王的点 就在于小萨根本无法限制住西安的冲击了 并且提呼队的外线群 面对国王每次也是火力十足 不得不说 一物降一物这个道理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服 在这场复加赛也是体现了零零尽致 那么,不知道常规赛 免对绝界零胜四辅的呼人 能否在接呼赛打破这个规律呢